我們這邊呢 今天演習的時候呢 會有開一個就是互動擺板 平常我想各位 如果老師在上課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應該知道老師要怎麼答吧 沒有 蛤 蛤 但沒有 沒有嘛 是這樣嗎 平常都是老師回答嘛 不是嗎 老師自己要問要自己答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OK 繼續往下 你們現在上課老師有硬性規定 各位一定要回答嗎 很難嘛 不然你頂多也是站著而已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準備了一個這個互動擺板 那這個呢 其實各位如果說 你協助老師 因為各位主要是TA嘛 你協助老師在做的時候 也可以試著用看看 那 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互動的 我已經看到好幾位同學進來了 有沒有 有五位同學已經進在裡面了 已經進來裡面了 像這個 有水屯啦 松鼠啦 有沒有 就是如果你沒有登入Google的帳號的話 上面它會自動給你一個暱稱 所以 你不用擔心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好嗎 再來 像這裡 水屯它就現在 游標就點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即時的 就等於說 我現在雖然 教室前面有一個白板 但是我相信各位應該沒有那麼勤勞 有問題的東西 來上面寫一下 沒有對不對 而且老師要特別停下來 你才有時間去寫 那麼 在這邊不需要 你有幾種方式可以做 第一個 你可以用打字的 這個我想 這種工具大家都會 所以 我不用介紹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 你看這裡 有沒有用塗鴉的 你也可以用塗鴉的 你就直接在上面用畫的 因為有些東西畫得很厲害 他覺得用畫得比較好 一樣 你用完了 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把它刪掉 當然看到別人在這裡寫 你就不要跟人家在這裡擠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別人佔了你的位置 你就把它移開就好了 這樣了解 反正這大家互動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 當然如果你有圖片 比如說 如果你的是一張圖片 你可以來這邊就直接貼上 就直接Ctrl加C 之後Ctrl加V貼上 這樣也可以 這樣OK嗎 因為現在只有我的畫面 所以你會看不到 所以待會呢 我會留意一下這邊的變化 好 我會留意一下這邊的變化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隨時 如果我們在延期進行的過程裡面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這邊留言 好吧 OK 來我把它還給您囉